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推荐人 大家好 周韵 大家老师 您好 大家好 我是邹运 在这里先祝各位 在新的一年一切走运 我要推荐的项目 就是要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体育项目 那就是跳绳 有请挑战者出场 有请 好几个队伍 这么多人来 这种好强大 掌声欢迎各位 四支队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山东省天神剑跳绳队 大家好 我们是浙江省房军小学 跳绳队 我们是广东省花中中学跳绳队 大家好 我们是广东省酒坛中学 交融跳绳队 是不是有一支队伍是小学生 是您旁边的那个黄色的 这个最小的 您知道吗 这些宝宝啊 他们在私下会馆那边的山东队 叫做魔鬼队 山东队确实看着人高马大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一看这四支队伍的孩子 在今天如何通过他们的默契配合 来完成一项不可能的挑战 也感谢邹运给我们推荐了 这样一个挑战项目 有请邹运到观战间 四支队伍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挑战规则 第一轮挑战资格选拔赛 四支队伍随机抽签分成两组 进行十人一组 三十秒同时跳一根绳次数最多的选拔赛 在规定时间内 每组有效跳成次数最多的队伍 进入挑战三 请四支队伍开始准备 其实这里很关键的就是节奏效率 怎么能让效率提升 让节奏加快 而且稳定一个最高稳定的一个节奏 所以最难的是谁 理论上这样 摇绳者似乎更具决定性 摇绳 当然这必须是一个配合 摇绳的一个稍微慢一点 整个就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抽签分组 我们的抽签是以数字来判定分组 两支来自广东花都的队伍 抽到了同一组 他们是一号出场 我们在广州那边 已经有一事过较量 所以说他们会有了必胜的信心 会战胜我们 所以我们有点担心 最害怕山东队 认为山东队是魔鬼队的恰恰 和魔鬼队抽到了一组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孩子们他们最怕山东队 那两支广东的队伍 在竞技水平上可能比较接近 他们应该也不是非常想要面对彼此 跳绳听说是起源在中国 它成为一项具有竞赛意味的游戏 从南宋开始 有从更早的文献记录 其实最早的跳绳 我们经常用的是那个锁 绳锁的锁 就是绳子 其实到唐朝它也叫绳飞 以前叫跳锁 其实这个锁和绳之间的这个差距 可能是很微妙 好 两队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接下来有请裁判 为我们宣布两队挑战的开始 我宣布 悬拔赛第一组挑战开始 裁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都会挺顺利 停 现在开始进入状态 你看孩子们就是十人如一 其实所有的目标 就是让它十个人的节奏都是一致的 无一个步拔 独一条心 哎呀 这会儿就开始进入白热化了 双方都已经越跳越纯属 哇 这是失误了吗 时间 这时间出现了失误 停 哇 真是紧张刺激 短短的三十秒紧张刺激到了极点 这三十秒的体力的消耗 尤其是摇神的运动员 相当的不容易 主持人 成绩确认完毕 请宣布 我宣布 花都中学卷拔赛 成绩为一百三十八次 一百三十八 这是稳定又优秀 我宣布酒坛中学成绩为一百一十八次 第一组获胜的对我为花东中学 祝贺花东中学成功地闯到了我们下一轮的挑战赛 祝贺你们 两队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接下来有请裁判为我们宣布两队挑战的开始 我宣布 选拔赛第二组挑战开始 裁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看来千万不要失误 看那个节奏会不会下降 保持能力 你听了有一个队在喊着口号 山东队在喊 在喊没法 在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在提示节奏 好像山东队还是快挺多的 毕竟是年长几岁 那边孩子偏小 从摇省者的速率就提高不上去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凌之舞 两个队伍都凌之舞 这个太不容易了 那么接下来裁判员分别来帮我们确认两支队伍比赛的最终的成绩 其实跳绳最终训练的一个人的平衡能力也非常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保持的很重要的是姿态的平衡 而且其实他对孩子的专注力的要求是极高的 对的 专注的 经裁判主确定 我宣布防军小学选拔赛成绩为104次 天神剑跳绳队成绩为129次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刚才在第一轮挑战当中胜出的队伍花东中学跳绳队有请 真正的两强相遇 都要看最后的挑战录死谁手 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进行的十人一组 一分钟 请注意刚才是30秒 接下来的挑战是一分钟 为了保证挑战过程公平公正 结果真实有效 我们今天还专门为我们的挑战 请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 来为纪录做现场认证 也就是说今天你们在现场 将有可能创造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有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吴小红女士和认证官投影女士 有请两位 我特别想问一下 待会儿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十人一组 一分钟同时跳一根绳次数最多 这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目前的纪录是多少 这是一项新的挑战 新纪录的最低要求是240次 240次是我们参考了类似的记录的标准而设立的 并不是30秒的简单叠加 之前也有队伍挑战过这项记录 但是至今无人成功 一分钟的时候那付出会更多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就位 有请认证官为我们验证挑战道具 所以从他们的其实他们的技能角度来讲 两个队伍如果是不失误都有可能冲破240 对 但如果是发生失误那就可能两个队伍都没有办法达到240 所以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对 就是先确保不失误 所以你们看好哪一队 很难讲 很难讲 你什么都年轻军业 因为我不知道山东队在刚才的淘汰赛当中 是不是有所节奏上的暴流 我宣布挑战开始 裁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加油 加油 对 第一是能影第二是一定要想 现在我肉眼看我真的觉得两个队伍是差不多的速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是看平面 实际上是立体 好 看平面 好 看平面 好 看平面 水平很高啊 非常稳定 好 看平面 好 看平面 30秒 30秒 30秒已经过半了 好 看平面 哎呀 这会儿就开始进入白热化了 双方都已经越跳越纯绰 好 看看平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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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平面 这摇生者其实体力已经付出很多很多了 水平很高啊 非常的 两边都非常宁愿 这都累得踏地上了 到后面的十五秒之后已经没有力气 只能够用尽全部的力量去摇身 摇到最后一颗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队的队员 觉得他们真的是用生命跳出了 刚刚这一跳 从目前的数字来看 两队都已经超过了240下 但是最终的成绩还是要通过慢放 由我们的吉尼斯认证官来进行最终确认 他们其实就是一秒都一秒五之间的差距 因为如果一秒钟是4点几下的话 1.5秒就是7下 其实就是1.5秒的差距 把这1.5秒转化到60秒的过程当中 就是毫厘之间 也许就是两个摇生者的能力的1%的差距 一点点差距 累加起来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 我估计这样一分钟下来 孩子们的心跳能达到140 150 甚至更高的心跳 可能啊 所以这个运动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持续的心跳水平的话 只要你的训练能力和训练结果都是达不到的 超了 你看 他比 他现在已经 这是山东队的数吗 这是 华东中学 这是摇生者 你看 这个手的这个 手的 他泡沫 伤寒累累 这就是魔力 李博士又心疼了 心疼了 是不是 很心疼 这孩子们努力 您觉得刚刚山东队这个是可以超越 我估计很难 看看 52 53 54 55 已经很棒 已经很棒 看看还能不能再往上 260能不能到 260 真的了不起了 结局目前 本场挑战的最高成绩是由花东中学跳绳队创造的265次 恭喜花东中学跳绳队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 有请我们的认证观为记录创造者颁发证书 谢谢天成健跳绳队 你们都是了不起的挑战者 新年愿望是什么 希望我们跳绳队越来越好 让更多人参与跳绳这个项目 好 用他们的精彩挑战 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爱运动的集体当中 无论是十个人 还是一百个人 还是一千个人 只要你们步调一致 只要我们方向一致 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奇迹 便不可能 未可能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新春最好的祝福和鼓励 有请你们 平时我都说步入荣誉殿堂 今天我要说有请你们跳入荣誉殿堂 这些平凡普通的孩子们 以对寻常地跳上 用努力 耐力 凝聚力 跳向世界 赢得精彩 也让自己变得不平凡 祝福他们同富青春 越向更精彩的未来